哈喽,大家好啊,今天我接到了一个通知 说是我的世界即将遭遇钻石风暴 都说钻石好,这钻石风暴来了正好发大财 嘿嘿嘿,不知道这钻石风暴是什么东西 不会是像之前的大洪水一样吧 要是真的的话,我还得把房子给加固一下 不说了,我要赶紧回屋了 嗯,什么情况,这就是钻石风暴 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这整个世界都变钻石了,甚至连雪条都变钻石了 而且还有这地狱砖块,这里好像不是我的村子 难道我穿越了,来到了什么奇怪的地方 等等,我好像忘了一件大事 没带工具,现在上不去了 我上来了,就稍微用了一下传送,不碍事吧 带上稿子,遇到什么东西,挖开就行了 这钻石是真钻石,不是什么东西伪装的 那就放心了 然后是这个地狱砖块 说不定有堡垒什么的 哦,有个箱子 外面好像是个堡垒的样子 一会儿就去那里 现在先开箱子 这钻石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好多属性啊 这钻石有点东西 不知道这钻石会有什么用 说不定能给我的装备带来这么多属性 这边有个门 后面是个钻石箱子 嗯,不开门是吧 我直接拆了 非得让我使用暴力 不知道这里面为什么会有两棵树 不过不要紧 我们开我们的箱子 哦 一些铁钉 还有几个没见过的东西 超级钻石头盔 好家伙 一个头盔直接把护甲叠满了 就是我头没了 看不到人可不行 我这么帅的脸 咱们能被挡住呢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 浩颜无耻之人 还有两把武器 一个超级钻石 不过这个钻石没我的钻石好 四个普通钻石可以合成一个超级钻石 做个超级钻石稿 嗯,这样才配得上在钻石大陆生活的我呀 用钻石块可以合成超级钻石套装 我们做一身试试 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 可能是没做这个模型吧 嗯,怎么掉了两扇门 我有点没懂 哦,天梯 刚好前面拿了个大火石 上山放火我最在行 这声音多好听啊 这下面居然是水 不是岩浆 那我不就可以试试这个钻石钓鱼杆了吗 好像钓出来个飞鱼 一个臭袜子 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走了这么久 终于遇到第一个怪 还是个钻石傀儡 不过连个防御都没破掉 怎么掉了一辆车 难道这里人手一辆车吗 这也太富有了吧 找个空旷的地方试试车去 就这里吧 这里空地方大 哦 不好意思 做习惯了 这车子还行 有我车子一半好了 能再跑水上吗 还真可以啊 哦 啊 不好意思 出车祸了 没想到多年不开 都不会开车了 也不说啥了 先把车子揪下来 哦 好吧 我都忘了 这车点一下就能收回了 再来一次 我已经慢慢找回感觉了 既然上面的地方太小 我们就从水下面开 你可曾见过会在水下跑的汽车 等等 收不住了 我的车子啊 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